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文 环境 我离它特别深入印象 我真的很喜欢悉尼 悉尼的这个海湾 整个海景特别漂亮 最精彩的部分呢 南山峡谷很美 悉尼的特色 感觉特别休闲 自然和谐 很多的我们的经销商 都很努力 希望来到这个美丽的悉尼 然后呢 我们去年的业绩 大概增长了20% 它有很丰富的活动内容 听beauting可以在农场里做 可以在酒庄里做 可以在帆船上去做 啊 等等 今天来的龙庄呢 我觉得这里特别不一样 特别清新 昨天去了那个海边上 我觉得那里的沙子 让我感觉到特别细腻 就是蓝蓝的天 和那个大海是一样的蓝 我真的没有想到说 可以去爬悉尼的这个 港湾大桥的 但这次我们有2000多人 去爬这个港湾大桥 它是最大的公共团队 每个人都要跨 有2000个人 从Purfect China 平常我们会 每个5分钟 Purfect China 我们用了超级性能量 每个5分钟 3分钟 是在Amanda Green-Speaking-Climater The response from the climates has been amazing I think they are having the absolute time of their life 最精彩的部分呢 我觉得还是潘桥 当它使的时候 我真的很激动 然后潘完之后 我心里有一种 很蓬佩的感觉 中国有句话 说不登长城飞好汉 那么来到悉尼 不登大桥飞好汉 我们感觉到我们很棒 最难忘的经历 就是这里的大桥 跟这个悉尼各级 是一个医院 对我就是一个梦 今天来了之后 圆了我这个梦 气候一人呢 环境有美 尤其那些可爱的 袋鼠 烤拉 特别壮业喜欢 他们那个人文化好 然后他们的空气也好 他们吃着喝 对我们招待好 悉尼会奖旅游局呢 包括整个澳大利亚的 那个会奖旅游局 在全世界都是做得最好的 悉尼会奖局的 他们的这种服务 是无微不至的 在这些过程中 如果是我们自己去安排 这样的一个活动 有很多问题 都是得到的答案 都是no 我们未来还会安排 我们的那个奖励 旅游到悉尼来 当然你对我们一些 好朋友的那个企业公司呢 他们有这样的那个奖励 旅游的那个需求的时候呢 我觉得悉尼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